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纪念佛陀承道2600年 特地举办了围棋两天的欢庆活动 广邀世界各国嘉宾共同参与 镜空老法师也应大会邀请 以镜宗学院院长身份出席了四次的盛会 清晨 草地上的露水尚未完全蒸发 共僧的物品已早早摆放整齐 曼谷 世界佛教徒大会 就在这座美丽的校园揭开了序幕 这座位于曼谷的男子寄宿学校 是由泰国国王拉玛六世所创办 除了重视学生各方面均衡发展外 更着重于人格和品德的培养 这一天 学生们早早列队整齐 迎接世界各地前来的贵宾 据统计 泰国的佛教徒占总人口的92.95% 因此 素有千佛之国美誉的泰国 对出家僧人的礼遇自然不在话下 不仅日常见面时会行双手和实礼 更藉由供养来表达敬养之意 所谓供养就是以香花 明灯 饮食 衣物 资财等物品 供奉滋养佛 法 僧三宝 僧宝是一切世间供养 不失 修福的无上福庭 供僧有给予 慷慨和慈善之意 是消除 贪 撑 吃 三毒的第一步 我们也透过供僧来培养亲近心 并且帮助减少贪婪和欲望的负面力量 供僧结束后 众人进入The Uravo College的大会堂 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在这里体验了泰国丰富多云的宗教活动 佛陀是泛语 意思是觉悟者 也就是彻底明白宇宙和生命真相的人 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的佛陀 在陆爷院初转法轮后 教法开始传播 两千六百年前 佛陀就认为 所有的人都是互相联系的 他告诉我们 生命和环境是一体的 他宣导非暴力 和完全尊重所有众生 经历了二十六个世纪后 佛陀的圆满智慧 依旧让世人惊叹 佛陀的教会依然有同样的效力 现代量子医学家 新的发心 我看到许多报告 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 让我们感到非常羁押 我在学习六十年当中 确实还有一些很高深的问题 对他有疑惑 佛说我们能相信 不敢否认 但是疑惑不能断 看到最近量子历史的报告 我们这种温馨的疑惑 这种疑惑的感觉 肯定量佛法不仅是最伟大的振社架 而且是最伟大的振社架 它的内容 帮助我们实生 帮助我们治家 弃家 帮助我们治国 帮助我们代表整个世界的安定和平 这个里头有智慧 有移力 有方法 有经验 有真果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正能大学 我们这个做佛的弟子 应当把佛陀教学发扬广大 他的的确确是个教育 他是正经原版 对我们经验中心的教育 经典 即是佛的法身 老法师特地将乾隆大藏经 赠送给世界佛教友谊会 并借此祝愿灾难化解世界和平 此次的庆祝活动 除了纪念佛陀成道2600年 也同时替现任的泰国国王 85岁受臣祝贺 在位迄今超过60年的拉玛九世 即胡美鹏阿渡德国王 总将人民福祉 与国内和谐摆在首位 因此广受泰国民众的爱戴 而身为虔诚佛教徒的古美鹏国王 对佛法的护持和提倡 也贡献两多 5月22日 泰国皇室特地在皇宫内的玉佛寺 与老法师及各国嘉宾进行会面 结束了两天的世界佛教徒大会形成后 老法师紧接着出席了澳洲晋宗学院 与世界佛教友谊会联合举办的 多元宗教高峰会 三天的会议过程中 受邀的各宗教代表和来宾 针对宗教和谐之观点 和平与和谐 促进宗教间合作等议题 分别发表看法 除了各宗教代表阐述观点与立场外 大会也针对如何跨宗教合作 解决冲突 透过社区组织增强凝聚力等等议题 进行分组讨论 并与现场观众进行Q&A问答 共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 争端也不会因为一两场会议就终止 但是透过对话再对话 理解再理解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才有可能化解 和平才会露出一线曙光 金空很荣幸 接受大会的邀请 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纪念释迦牟尼佛成道 两千六百周年 以及太皇陛下八十五身手 那么与许多从各地来到实地参加盛会的朋友们 这几天我们看到宗教的和谐 看到王后的一线光 这个机缘很难得 金空老法师在会议圆满当天特别致辞感谢 并表达了建立宗教文化示范场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也借此项目的推动来纪念佛陀 纪念每个宗教神圣的教会 同时期许能够将这些教会真正落实在世界各地 我们共同奴隶 把神的爱 用我们自己的身心把它发扬广大 爱不仅爱这个世界 我们把它推到太空 全宇宙 所以这些星球 星球里面的众生 我们都能够平等的爱心 清净的爱心 来对待 把神圣的发扬广大 这是真正的宗教徒 宗教的精神 能够救这个世界 能够拯救这个地球 我与大家都有这样的一颗心心 但是我们今天第一次在此地的聚会 满心的欢喜 我们相信 我们努力 会给地球 带来光明 在泰国期间 老法师也与身为受邀嘉宾之一的匈牙利大使 同时也是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永久大使的卡塔琳伯业女士 进行多次的会晤交流 许多海内外的同修居士 以及敬仰老法师的外国嘉宾们 也趁着这次齐聚一堂的男的机缘 亲近老法师向其请义 在泰国弘法期间 老法师的讲经课程仍不中断 在世界佛教友谊会的会馆二楼 老法师持续讲解 净土大经解科著 不但现场观众有幸亲身听闻佛法 也透过网路无远弗界的力量 播送到各地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种族 同为这一个殊胜的姻缘 而相聚一起 众人手中的一盏盏烛火 完整了一颗光明的爱心 在纪念佛陀成道的同时 我们也当谨记他宽容的教会 尊重所有的生命与宗教 为全世界的和谐 共同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